在开甲勇士的多元宇宙中 要说什么符号才是强者的象征 那么代表仲华家的龙元素绝对承载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凡和龙有关的开甲 基本上全都是bug级别的角色 可问题也来了 你知道符合龙元素的开甲有几套吗 呃...各位是不是微微懵了 按理说啊 符合龙元素的开甲不就两个吗 光影中的阎龙和帝皇侠 其实不然啊 全系列有龙元素的一共四套开甲 出去一些表面上的生肖特征 龙元素更多的是被导演运用到了文化层面上 咱们先来看看炎龙铠甲 它的射击元素就很简单了 通体以红色为主色调 而胸口 眼睛 嘴巴 无不体验出强烈的龙属性特征 最糟的是剩下铠甲所代表的图腾元素 风鹰 雪鹅 黑溪 地虎 全是现实生活中的生物 只有炎龙侠玩了一波神话风格 射定的是相当诈列啊 中国的南方是比较接近太阳的方向 而火之铠甲的力量就是源于太阳 可以这么说 火之铠甲可以说是五行铠甲当中 最隐身莫测 最难以估量战斗力和能量的铠甲 除此之外 炎龙侠所蕴含的龙元素象征意义更大于石敬意义 毕竟你看他技能的名字 基本就和龙没什么关系嘛 与炎龙侠相似的还有帝皇铠甲 他身上的设计就比较明显了 结合了龙身 鹰臂 骨尖 鸥背 吸腿 上半身与炎龙几位相似 胸甲主要突出了一个龙脸造型 第一和铠甲用黄黑两色搭配 我推测啊 黄黑配色来源于五行五德 也就是水的黑和土的黄 简单来说啊 就是大清王朝的上黑 以及后世朝代的以金为尊 最为关键的是 眼睛胸口用红色作为搭配 给人呈现出一种沙发感 同样象征帝皇侠虽贵为九五之尊 人具有盗兵之力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可以现在就回到你的世界 永远不要再来打扰地球上的人类 而在废案中 帝皇铠甲的原名叫无极侠 所以这个造型看上去很有锋锐感 之后经过重重改版的帝皇 整体的饱和度更强了 会有种古代皇帝面对万物森林的泪敛 有干降气不露锋芒 其实有关帝皇侠的龙元素 展现最多的应该是在大连影中 结局五大暗影护法解封 化身西方龙和帝皇铠甲一位一 然后他们的狗脑子 差点就被打了出来 相比之下 铠甲行天身上运含的龙元素 就与帝皇有点相冲了 行意味着杀 所以行天名字意思就是伐天 与帝皇侠可谓是相爱相杀 当然了肯定有不少人感到疑惑 行天身上还有龙元素 我怎么没看到啊 别急 咱们先来看看废暗 特别是废暗上的初始皮套设计 让人有种炎龙铠甲的极势感 只是经过重重改版后 得到了现在所看到的科技感拉满的模样 可即便如此 改版后的行天在头部手臂纹路上 依旧保留了炎龙侠的龙元素 并且在大电影中 官方给行天设计了一个暗黑形态 名字就叫做煎蚁行天 全身流动着暗红色的能量线条 开甲的头部更具备生物感 有点像魔龙的造型设计 不过由于眼部设计过于细长化 所以煎蚁行天看上去就不是啥好东西啊 而煎蚁行天的武器 在外形设计上更加凸显魔龙造型 健身整体宛如刃花的骨头一般 插卡的地方为字牙的龙头 手柄出为X形状的龙脚包裹 还保留了火星天雷剑的身体形态 从整体上看 阿德个人感觉这般的暗黑形天 以及他所拥有的多个设计图 都有点臭 黑红紫三色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 给人的观感第一眼就很奇怪 再加上头颅的设计十分有生物感 而身体却保留了科技元素 将两者搭配在一起 颇有种不伦不类的即视感 最后要说的就是拿瓦了 他身上的龙元素就更加简单了 由于拿瓦的本命精灵是麒麟 所以身上有很多元素都是以麒麟为模板 比如胸甲、眼睛、小腿处的装饰 都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麒麟的元素 说到这儿你可能会感到疑惑 麒麟和龙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以专门国家的神话来看 它们之间的关系还真挺密切的 古神话记载 麒麟是姬氏的祖神 起源于皇帝的祖神印龙 所以麒麟在本质上是印龙血脉的主要分身之一 综合来说 铠甲勇士对龙元素的惨大 绝对不止有帝皇和炎龙 有很多相关的铠甲和一些反派 同样包含了龙元素 毕竟对国人来说 龙所代表的意义非同一般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2024年轰轰轰火大吉大地 过年回家一口气胖个十几斤 这里是阿泽 咱们下期再见